土团党在6月12号向便捷的国州议员发出终止党籍的信函之后 外界关注国会下院议长佐哈里 接下来会不会做出腾空议席的宣布 在6月16号的一党土团党领袖谈话节目上 国会下院的前议长阿兹哈哈伦指出 议长无权干涉或质问政党所做出的最终决定 只能够在收到政党提出议席悬空的正式通知之后 才能够开始履行议长的职责 阿兹哈旭说 政党做出的任何决定不会受到法庭的干涉和挑战 如果说政党已经做决定 并表明这个国会议员不是党员了 那就代表他不是党员 那么至于在议长方面 如果议长收到土团发出悬空议席的通知 则必须在21天里头定夺这些议员是否被撤销资格 阿兹哈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奉献现任的议长 佐哈里必须遵循联邦宪法第49A条款的反票槽法 同时不要质疑政党的决定 无论如何 就算佐哈里真的决定悬空议席 相信票船的歪逼 也不会坐以待毙 可能会入兵法庭做出挑战 尤其是关于追溯期这一回事 依旧 7 9 20 20 感谢观看